今天我们看到了 就是说是 他是不得了 当然以前我们就知道台积电很厉害 假如20年前 像以前我在法国里昂证券 当大中华区的这个总经理 我们每一年会办投资论坛 那个时候我们也会邀请台积电 那个时候台积电呢 也算是风光 但是没有像今天 是类似到这样子的地步 今天等于是已经是全世界市值排名 第十大的这个公司 那您的观察就是说 而且那个时候这个台积电 那时候20年前我们看的时候 跟英特尔还是有点距离 那三星的话 也还是落在三星的后面 但是不知道什么的时候 是别的人犯了一些错误 还是台积电自己太强了 那他居然就爬到这个世界的 讲了代工的第一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师傅能够麻烦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谢谢齐瓦 我自己也感受很深 因为我刚刚讲 我1993年开始跑新闻 那时候台积电其实也还很小 所以我跟张董事长 我们曾经还在他的办公室 聊一个下午 然后他跟我讲说他大学的生活 他说他不太会游泳 他可以运动 然后讲到这个平常的生活的一些 简单的事情 那时候他大概很闲 可以跟你聊这些闲话 是是是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当年当然 他可能没有那么的重要 至少我觉得我们常来讲 我刚刚讲说 金元代工占了全世界77% 这个是现账 可是当年我相信大部分的IDM公司 他那个张董事长也讲了 Intel根本不想理他 而且他从TI那种大公司出来的 那我觉得说什么关键点 让他们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司 而且有很强的影响力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在 很重要就是说 他在奈米的制程的技术上面 领先了之后 尤其是到现在 他已经三星Intel都没办法做 这个5或是3奈米的 这样子的一个制程技术 三星可以做一点 但是也没有良率也没这么好 所以当你是已经跨到这个 世界第一的这个时候 大家都要依赖你的技术的时候 我觉得他当然 他的重要性就出来了 这个是 他是蔡立行在当总经理的时候 还是他在之前 蔡立行当总经理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 就是制程就已经是变成世界第一了 还是最近十年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应该都是最近 可能十年甚至是五年 这五年是快速 而且是很急速的领先超越 那蔡立行当年当然也奠定不错的基础 那不过我觉得整个就是说 刚刚讲的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去讲原因 为什么可以这样 那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觉得我就常常用 联发科那个蔡董事长 蔡明介董事长的一个说法 他说台湾 他用孙斌赛马去谈台湾的竞争力 半导体的竞争力 我们是用上市对人家中市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用中市对人家下市 那你 因为所有的人才 其实都有最低等级的 也有第二级的 十二级的 那你用最好的人才 去做人家不要做的事 或者是人家一流人才不想做的事 那你就是用上市对他中市 那台湾我刚刚讲 就是说我们的制造非常强 但是我们的设计 不能说联发科不强 但是你整体来讲 你的实力还是有差的 所以那你最强的人 最优秀的 台湾最优秀的人才都投入到制造 那你台湾制造不领先 那就很乖了 三星其实 他们也是有很多产品的公司 那但是他们制造 韩国最优秀的人才 集中到三星 三星如果去做什么事 通常也不会做得太差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从这样的看 而且台湾就是说 兢兢业业 然后很勤勉 然后台湾还有 很重要成本也比较低 那我们过去 但是我刚刚讲的 所有的这些事情 造就了台积电 应该也说造就了台湾半岛产业 可是未来 其实我也会担忧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常常在讲 台湾的资源是有限 台湾是小国 你只要举一个例子 你就可以知道说 台湾的资源很有限 水 电 土地 这都一定 人才 尤其是人才 也许等一下我们有 有一点时间 我们再来讲人才 对对对 那个蔡明介 最近就非常的忧心 还在写文章 对 我们还出生 我们现在连续两年 生不如死 出生的人 比死亡的人还要少 那我觉得 那刚刚还讲 我说台积电在高雄盖一个厂 结果把台湾的整个 营建业的工人 的薪质都拉高了 为什么 因为他用1.5倍 甚至两倍的钱 去雇用那些 制造业的工人 结果整个制造业 就很惨 对 那我家最近整修 他们说都找不到工人 那这个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台湾资源很有限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 一个人的武林 一个人武林 台积电太大了 然后让整个半导体产业 其他人也被挤压 那甚至如果 更讲更大 如果一个半导体员 又吸收太多的资源 那其他产业也要发展 台湾的人才 不是只有到半导体业 所以这个整个我觉得就是说 接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所以也许CY会想要问 就是说到美国 到日本到德国 我觉得这都应该去 因为你没有去 台积电是一个这么大的公司 世界上市值前十大的公司 那你的 我们常常比喻 三星二十万人 大概有一半的人 不是韩国人 可是台积电 九十几%的人 都是台湾人 一个这么大的企业 但你没有吸收国外的资源 让你壮大 台湾的一个资源 当然不够你 不够你台积电的成长 我觉得现在 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事情 是的 这个刚才您讲到说 这个就是吸大了很多的资源 我最近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台湾 最大的科技协会 玉山科技协会的理事 最近我们有一次 在开会的时候 我就碰到了一位理事 他自己本身是半导体业的 非常有名的大佬 他本身也是在工业总会 工总 他说他有一次去开会的时候 在工总的时候 别的老板看到他的时候 都脸都臭臭了 就说我被你们害惨了 害死了 那我听说 不只是传统的产业被害死了 现在其他的电子业的老板 也在抱怨 因为电子业的老板 也顾不到人 因为电子业都被半导体业 这个抢过去了 因为半导体业的薪资 远远都要比其他的 要来得高 那我们最近看到报纸 像这个就是硕士的人 这个就是他的薪资 大概180万到200万之间 这个是一个台湾其他的 这个行业的这个硕士 比如说金融界 或者什么其他的 这个行业里面来的 这个薪水的大概 三倍到四倍 这样子的一个水平 那么但是呢 这个如果说 我们跟global 全球的比较来讲的话 这个还是偏低 当然不是新毕业的 这个如果用一个 这个中等的 这样子的一个工程师 大概要AI工程师 大概30万美金 这个其他的中国大陆 可能20万美金 台湾的话 大概10万美金 这个就可以 就是10万多一点 就可以顾到 所以台湾的还是这个低 所以这个之间 就待会我们会来提到 这个人才 的的确确是很大的这个问题 啊